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中江 高雄市长选战韩国瑜陈其迈 昨晚各自有造势活动 韩国瑜高唱军歌夜席 这是要召唤什么选民 敌人是谁 要刺谁的心脏 对于马英九说不排斥统一 韩国瑜说高雄最排斥的就是统独 但他前一阵子才说 要用承认九二共识的框架 来拼高雄经济 这不就是政治吗 用中国来拼经济吗 还说要帮高雄农产品 白玉苦瓜找订单 结果被打脸 苦瓜萝卜傻傻分不清 高雄的农产品真有滞销 还是外销年年创新高 而被动原件大厂国具 决定投资高雄 未来三年投资上百亿 到底谁才会拼经济 谁在碰轰 韩国瑜口中 南部县市又老又穷 嘉义市长图醒哲 今天要继续说明 如何打造老人的友善环境 如何照顾市民健康 同时铁路高价化动工 让嘉义市未来脱胎换骨 先介绍今天来宾 在我右手边的第一位 政治评论员余梅梅 大家好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员邱明玉 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文职员副主委 郑世伟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主请大家平安 好 先来看 国民党韩国瑜 昨晚在骑山 第二场的造势活动 号称三万人力挺 那民进党陈其迈是说 被动原件大厂国具 决定到高雄投资上百亿 来看BCR 高雄政党选举 从空战转进入镇 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 晚间在骑山举办造势大会 现场涌进了上万名群众 光是大进场 短短100公尺的路 韩国瑜和前地法院长 王金平就走了十多分钟 这一刻不准王金平很感动 说是美容历史性的一刻 韩国瑜也说这是明星思辨 民进党眼睛看着 是高雄人的选票 高雄人的心中 想的是我口袋没有钞票 韩国瑜一度脱稿演出 当场唱军歌夜袭 说这场选举有一个很怪的现象 就是全台风打卖菜狼 将这一次投票定位式 对民进党投下不信任票 这一次的选举 今天有人问我 要不要去国民党中央大佬 我说不必 今年高雄市的选举 是高雄市民 加上韩国瑜 对民进党投下不信任票 对不对 高雄一定要担心 对吧 我们国家不一定要高票 当时要怎么办 那我知道他们的产业布局 所以我就赶快找他 你要赶快回来家乡 设厂 那我们的雄中的学历 跟我们高雄很多的年轻人 自然而然就会有很多就业的机会 他满口答应 他也觉得高雄是一个 稳定投资的一个环境 为年轻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陈其迈不只打选战 也端出正见牛肉 要带领高雄的产业发展 更多元化 不再只是烟囱工业 好我们看到 昨天晚上在高雄是非常热闹 在国民党跟民进党 各自都有造势活动 那当然韩国瑜外界也在关注 是几万人来到现场 说实在的 现在选一个市长 有上万人去参加造势大会 说起来都不意外 那只是说要听听 看看韩国瑜到底说的是什么 那当然韩国瑜唱军歌 恐怕是很少见的 毕竟这个候选人会来到唱军歌 到底他是要召唤什么样的选民 那韩国瑜他也说 支持者把这附近的民宿都住满了 问题是 如果真的是高雄市民 去参加一个造势晚会 怎么会去住民宿呢 难道支持者都是外来的吗 来 美美姐怎么看 对啊 如果是高雄市民 需要住民宿嘛 所以就是来自四面八方嘛 那这里面 我知道就是军公交的朋友 反年改的朋友还蛮多的 那当然还有蓝军传统的支持者 那他们四面八方来造势 也难是把韩国瑜当作一个 国民党的新的太阳新的救世主 只说这个救世主 我想要请问的是说 他带来一个新的路线 还是新的气象吗 他真的带来新的希望吗 在他很会演说 很有煽动力的演说之下 那个内涵到底呈现的是什么 我都不要讲大的 我就讲高雄这边 因为我想他一直在说 我们要拼的就是经济 对不对 然后说以后只要有意识形态 上街都不准 昨天那个活动不应该办 因为那个是政治活动 对不对 那事实上这里面 韩国瑜的本职 他是一个军系的立委 黄复兴党部那时候支持的 是深蓝体系 同时我相信他真的 他就是一个大统派 那他的所有的思维 是很传统的深蓝的国民党的思维 那昨天甚至于唱起军歌来了 那军歌要刺向敌人的心脏 敌人是谁 对啊 心脏是谁 你要刺向谁 民主社会 你在这种造势场合唱军歌 这是一种自然的本性的流浓 那我就说21世纪的这个高雄市民 你们要这样子的社长嘛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一直就是说 我们就是要打经济 什么都不要讲 经济跟政治是不分家的 我很难想象 因为你的政策会带动你的经济 那好 我就算退一千万步讲 纯粹经济 他的经济政策可行嘛 你看他主要 他讲了几句口号很动人 他说呢 这个呢 祸出去人进来 那祸怎么出去 他的祸出去 其实你看一看 他说在九二共识框架底下 对不对 好 我请问一下 马鑫九执政的时候 就是九二共识吧 对 马鑫九执政的时候 签了ECFA吧 马鑫九执政的时候 所有的人才资金 不是都大量的往西 往中国倾斜 往中国移动吗 还有633的证件 对 还有633的证件 那我请问一下 马鑫九执政这么多年下来 高雄呢 高雄结果是如何 我们也知道资源的分配 其实中央是主要的 那国民党什么时候重视过高雄 什么时候公平分配过资源 什么时候又扶植过在地的产业 我请问一下 今天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国具 他的股票是很贵的 对 100亿要投资100亿扩长 那是陈其迈去摆脱的 那不久前 华邦电子要投资3350亿 我告诉各位 郭台铭当然要投资100亿美金 是川普亲自在白宫接见郭台铭 对外开记者会 对 我们呢 民进党执政的 这高雄市政府 争取到3350亿 也是100亿美金以上的投资 结果呢 我们的在野党候选人说 高雄好穷 好老 对 真的是这样子吗 各位你想想看 那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有过大型的投资吗 我请问大家 那有过所谓5加2产业吗 你看看高雄现在 慢慢一步一步在转型 城市的风貌先转了 从重工业城市 变成宜居城市 文化的观光的 然后更高质量的 那产业方面 现在路足科学园区 桥头科学园区 然后包括了这个流行音乐中心 整个从高附加价值的 电子的高科技产业 到服务型的 这高附加价值的产业 整个陈其曼是有规划的 是可以程序的 可是韩国瑜的政策是 它要延续所谓南南框架 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就是面向中国的RCEPT 以中国为主导的 一个区域经济的整合 再让进去一带一路 再还南海经济区 把台湾框进去 中国的框架里头 或出去 在农产品方面 你们就重回 过去什么拭目于一大堆弃作 然后刚开始中国单方面让利 这边敲锣打鼓 后来那边销得不好 就那边降价 大家也血本无归 然后有一堆地方派系 然后包括有很有名的 两岸的买办 国民党系统的 大家占了农产品登陆的利润 大家要不要这个样子 然后整个产业的形态 是以服务中国为主的 货出去 所以中国就 台湾就像高雄是老旧的 加工出口区 面向中国 那我请问一下 要不要这样 那我最后只告诉大家 这样结果会是什么 莫说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九二共事有承认 高雄是被掏空的 完全没有扶植在地的产业 是蔡英文执政以后 才有太阳能产业 才有华邦电子 才有这一些产业 在地落地生根 那我再告诉各位的是 美洲贸易大战 各位你知道吗 中国的债务危机 它已经是几百兆人民币 欠债是它GDP的三倍以上 然后在国际这些 国际货币基金这些都说 中国的债务 其实充满了危机性 那中国所有的经济 所有的情势 总体情势下滑的 习近平说 我们要自力更生 甚至有人说 我们要吃草的准备 那韩国瑜的政策是 要把高雄跟 已经经济下滑 然后美国日本欧盟联手 要来对抗抗衡的中国 他要把台湾推进去 跟中国唇齿相依 依赖中国的框架里头 那我请问一下 高雄人 你觉得这样的经济 有前景吗 那如果你没有经济的前景 当中国沉沦 拉着你一起沉沦的时候 你没有经济优势 你会有政治上的台湾优先吗 到那个时候 不要忘记 昨天马英九说什么 说不排斥统一作为现象 恐怕会到时候变成 所有的依赖中国 中国沉沦了 拉着你一起死 那变成统一 变成唯一的选项呢 高雄市民 你自己要想清 对 这个时候台湾 还要去跟中国 凑热闹吗 那韩国瑜所说的 找订单拼经济 是不是 就是要找上中国呢 当然我们也看到 最近 这个马前总统 他说了 不排斥统一 那韩国瑜 他就说了 高雄这个时候 最不需要 就是统独 但真的是这样吗 之前他才说了 如何拼高雄的经济呢 他说就是要承认 九二共事啊 在这个框架之下 来去拼 而且呢 他还要让中国 觉得高雄 没有任何的威胁感 或不舒服感 来全力拼经济 好了 这就奇怪了 高雄何时让中国 觉得有威胁感呢 有不舒服感呢 拼经济 需要这样的低声下气吗 来 世卫哥怎么看 昨天高雄的这场 这个造势活动 当然对蓝军来说 气势非常的旺 但是他所要 唱的这个军歌 到底背后 呈现出什么样的思维呢 所谓的这个夜袭 敌人 难道是高雄市民吗 我相信 昨天这个马前总统 以他当过总统的一个高度 他是在诠释 宪法 跟他过去任内 他所碰到的两岸关系 他是怎么样做处理 那或许大家会把它解图 我也讲说 那你韩国瑜怎么样的表态 我经常在讲 各失其职 韩国瑜选的是 地方的行政首长 那你这一个统独的一个议题 那是中央的 不然等到2020 要拽总统的时候 然后再来问总统候选人 韩国瑜也讲 政经中心都在北部 高雄现在所面临的 有好山好水 有空港 有渔港 然后你有海港 然后你有这么样的独天 独厚的一个这一些资源 那你要怎么样子 能够把经济带动起来 把观光人潮吸引过来 把既有的这一个农业的一个商品 这些产业 然后给推销出去 我相信他是拼经济是最重要 或许绿营的人 是在这个选战的过程当中 一直质疑他讲说 你说又老又全 高雄也没有又老又全 我就经常说 高雄你有这些好山好水 你有这些硬体设施 包括最近的高雄的乡亲 他们也讲 你有好的设施 你都没人来参观 你都没有带动经济警纪 你没有带动人潮 没有前朝 那这样子 你就变成了一个文子官 怕算了 所以说现在要拼的一个经济 你看到 从凤山到昨天的一个旗山 整个人要进来 是有进来 但是还是有一些进不来 但是你说货有慢慢来出去 昨天旗山的在这个路上 所有大部分的摊贩 他们都讲什么 哦 我这样哦 有一个买那个主席高的阿伯 他说 我一天哦 应该都一天才赚七十块 摆整天哦 结果他昨天一天 他可以赚好几千块 他说我做一天可以 休息二、三十天 但是你今天 那韩国要不要天天都来办个晚会 我今天讲讲 今天你要怎么样子能够做带动 我相信整个的一个经济 它是一个产业链 它是一个食物链 你有探级 我不才会让它消费 这边有消费 它有生理都会做 同样的 它也会消费 所以说整个食物链 要怎么样串起来 但是至少证明了一件事情 你在美农这一个很偏远的一个地区 好啦大家为了一个造势场合 好像出现了 那有一个经济前景 我相信你今天要 华邦店甚至于讲说 你说国具出来了都很好 但是老百姓也会质疑啊 这个你可能要等好几年 对不对 但是我老百姓 现在问题我遇到的就是 我要顧帮助 但是高雄真的有穷到 就说心里想的只有钞票吗 都是说我口袋没钞票 所以要去呼应韩国瑜所说的 整个游行抗议通通都不准 中将以前 马前总统执政的时候 他都常常在说数据 民进党就说 你再漂亮的数据也不敌人民的感受 同样这句话我还给民进党 老百姓现在他们所感受的 就是立即的感受 我现在车车都不够 我发现到什么打冰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到 我类比我刚才也在跟明佑讲 那个台湾昨天警察去取缔 他说没关系 我给你罕千里 我今天贪五六千 我有搞了 你有需要这样吗 官民正安的选举 然后结果市政府你叫警察 人员然后去开单 你开一个劝导单就好了吗 你开招的时候 你反助选 伤害到了陈吉曼委员的选举 对不对 所以说人家整个 你在讲说军歌的部分 我必须要讲 我们都当过兵 唱军歌 如果真的是在两军对战的时候 那是一种激励军人的一个事情 激励士气 你说这一个 夜袭这一首歌 预鹏委员他当然有道歉了 那你只有看到那一句话 那你怎么没有看到后面那句话 我们当兵的时候 我们在唱军歌 我们受军官的一个教导的时候 他在讲 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是我们要做好准备 我们要攻上敌人的一个摊头堡 把敌人所在的位置 变成我们的位置 敌人是指 你是指民进的还是高雄是 今天你不要讲什么 两军对战 那个是一个自己的一个经历 你不需要去解读到别的地方去 那你如果要解读 有这么多的一共语 你怎么不解读一个最后一句 打一个轰轰烈烈的胜仗 那韩国瑜的拼经济 他的那个前提好像是要承认九二共识 我今天必须要这样子讲 这个不在他的权责范围 但是他如果有机会 受到高雄市民的一个青睐 我相信他今天不是只有中国大陆 他也讲了 怎么样变成一个南南 你蔡英文总统不是新南向政策吗 新南向政策高雄就是最好的一个根基点 怎么样子能够转下去 从菲律宾到越南 到这个新加坡 到这个印尼 马来西亚 整个的一个串起来 今天不是只有一条路 他能够利用得天独够的时候 他能把他转 但是你说你现在民进场新南向政策 你真的能够发展到什么 当然说韩国瑜说要拼经济 那恐怕高雄市民自己就要这个搞清楚 到底这个拼经济到底是实的还是虚的 那那个拼经济难道前提 竟然是要承认九二共识吗 来 明宇怎么样看 昨天晚上高雄这场晚会 当然我们也说 最近因为小野去挺城其脉 引发了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政治漩涡 包括什么磕粉 韩粉等等 那这个部分到底韩粉是不是崩溃了 有影响到柯文哲吗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连锁反应 韩粉是不是会影响到柯文哲 那要看一下 现在有数据统计 就是说韩粉跟柯粉 其实他们重叠性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其实才大概也大概九%多而已 真的这么少吗 这个是一个资讯系的一个助教 他做统计 不过我先来讲一下昨天的那个造势场合 比如说讲凤山跟骑山这两场造势 不可否认就是说国民党 他们确实是很会做这种新闻的这样子一个操作 事实上你去看 不管是凤山或骑山的造势 他们选的场地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你像上次凤山那一场 然后在地的立委许志杰 他就立刻拿出这个空照图跟你比 就是说因为后面嘛 后面是这个陈其脉在办的另外一场 也是同样在凤山嘛 那你北北的那个场地 韩国瑜的场地是比陈其脉场地小了一半以上 但是你北北的东西号称说 所以要表情并不难是不是 对 其实就是 你要营造那种爆满的气势很容易 那你说骑山他再次是选在那个 选在一个学校的一个场地嘛 那你看你比较陈其脉他后天11号 他同样也是要在美农 他是在这个体育场办的场地 他的场地我们到时候再来看 因为他的这个场地是更大的 那所以就是说他们国民党善用的 就是说选了一个比较小的场地 然后去做那个爆棚的感觉 那你要不想想看美农 我像我对陈其脉确实在那一场 我确实是有会有信心 因为美农本来就是这个传统绿营的大票仗 你不要忘记 陈其脉去美农那个去造势的时候 有19位里长都出来挺陈其脉 19位里长当中还有国民党籍的都出来 所以我并不觉得说平常 那是因为韩国瑜办在前面 那我并不会觉得说陈其脉11场的 这个11号的这个会比较差 韩国瑜说支持者都还要去住民宿 那就奇怪了 如果真的是在地的 哪需要住民宿呢 那显然是不是外来的呢 对啊 那中章讲的没错 其实就是说这种大型场合 你去造势去动员 其实大家都知道是理所当然的嘛 那你说实在 他后面的背后的这个金主 或者是说找来的人就是王金平 那你谈到这样 你王金平他也是在高雄当立委 当那么久了 他随便可以动员的一两万人 可以动员的一百台游览车 对于王金平来讲 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以当初你话不要讲那么漂亮 讲说我们全部都是自动自发 通通都来的 结果被人家抓包 全部都拍那个游览车停在桥下 也是拍到一堆啊 然后民宿业者怎么会 这个通通都爆满了 对不对 那所以就是不要 动员也没关系啦 对 就是说动员是没关系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选举谁不动员嘛 对啊 那问题是说 你就不要讲的那么好听啦 那其实我觉得说 除了观察他们这个造势场合的 这个动员能力之外 那但是比陆战 那但是呢我觉得说 大家观察的焦点 还是比在辩论啦 对 因为你要知道说 现在韩国瑜 他其实讲的都是一些大空话 包括说他讲的很好听嘛 那种其实真的是会引人 那个整个情绪亢奋 他说好如果我当选市长之后呢 我们要拼经济 那个我们第二天 大家卷起袖子来大干一场好不好 那你要你拼经济 你要怎么大干一场 然后还有带着大家去找订单 对啊 那我不晓得去哪里找订单 对外交订单 我记得前两年 其实都是年年成长的 再来我先补充一下 就是说他昨天在讲的 所谓的白玉苦瓜啦 如果在地人 农产品都搞不清楚嘛 来我们看到 到底是白玉苦瓜 还是白玉萝卜 是不是傻傻分不清 因为韩国瑜就说 要把美农的白玉苦瓜 把它外交出去 代理市长徐立民就说了 白玉苦瓜是什么啦 你嘛演得像一点 也就是说美农产的是 白玉萝卜 不是苦瓜傻傻分不清 这个韩总 你真的是累了嘛 其实他就是说 你口误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包括他人口 高雄人口数也讲错嘛 对不对 然后路名也背不出来 然后现在连这个最有名的 白玉萝卜 白玉苦瓜 你也搞不清楚 那所以就是说 这个韩国瑜 我们当然是觉得说 他是最近被国民党 过度消费了嘛 那从北到南 好像偷偷看韩国瑜 来抢救选情 然后就算他到不了 还要用视讯的方式 所以国民党过度消费他之后 就觉得说 他没有时间去准备 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等到这个 就是说未来十九号 大家来辩论 就是韩国瑜 你讲出一大堆的 这个经济口号 比如捲取袖子来 带大家大干一场 那比如说 你要什么爱河摩天轮 什么什么的 那我们真的就等十九号 大家来仔细的辩论 看看你口中这些的这个 你所谓的经济政策 到底怎么样来落实 大家都知道 到底谁需谁食 对的确 当然就是说 韩国瑜说要带着大家去找订单 那倒OK没有关系 但问题是 我们的外销订单 是不是连年成长的 来没有怎么样看 特别是说 因为要拼经济嘛 那难道拼经济的前提 竟然是他所说的 要先承认九二共识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意识形态 我不知道韩国瑜的九二共识 是一中各表 还是一中同表 不知道怎么表 先他表清楚之后 再来告诉我们说 在九二共识之下 怎么样发展经济 因为他不是总统 他也不是要选外交部长 他也不是要选陆委会主委 这不关他的事 他是要选一个地方的行政首长 可是他又担任过 北农的总经理 苦瓜菜头粉没清澈 所谓的白玉萝卜 就是比较小品种日本引进 在美农最近非常夯的 那种白玉萝卜 他现在也辅不清澈了 他做过北农的总经理 来他要进驻高雍7的这个企政府 在四维路三栋 不是我旁边在四维 但是他既然背不穿 四维这部分 所以我是因为 世界四辣的 对对对 四维四维的家人 所以我是跟你说 韩总他的想法 只是要告诉大家口号 他说山山 以前高雍官有一个山山 他现在说我们才有金山 银山他要做客山 我心里想说奇怪高雍最近的进步 不是刻到客山 就是刻到好的一个冷桌价 剩下二十年来高雍的进步 这是事实 人家都在做客山 我银山要怎么来啊 你总不能跟我口号说 来我银山银山给你 我记得我阿嬷过去的时候 有银山银山 用烧的啦 但是事实上 你要向高雍市民说 我 要带你发宅 我要如何发宅 我要用发展高雍的公公 我要如何農業 米龙的農業 要把它拿起来 我要用什么手段 要做华销 要做到当时 其实米龙这几年 整个农産品的山液是进步的啊 他做华销 当时是政家的啊 所以你去到那里发的时候 他说我们这边没在大佬 王金平有点尴尬的笑 因为他坐在他 站在他旁边的旁边 原来我现在才知道 王金平不是中央大佬 我今天才搞清楚 王金平他在中央是被排斥的 所以我是因为说 你要动员三万人 这都没问题 是要动员十几万啊 你其他的地方你要动员 成岂脉也发到当当了 但是你要发出多少人 在考据你知道吗 我们算十几万人是怎样 我们会算一平方公囚 到底站多少人 但是一排一万家 他旁边的人脚膜 他都把它尊散去 他用更重的地形 应该也是这样 所以我是因为说 要选举已经要到了 你要制造自己的气氛 氛围 我觉得他EQ也还算不错 他到现在还没有说 对谁谁谁罵怎样 可是至少说 他要做这种氛围的时候 国民党都要去输客 因为高雄这前 如果我立足在南台湾 整个国民党顺势是会大涨的 所以一定要全力去服选 可是10月24号之后 高雄这20年的进步 我希望高雄能好好去检视 如果说你只要一个空心的东西 告诉你一个空心的口号 那我相信高雄只会向下沉沦 不会向上提升 因为你五百万人 如果在九二共识集 这五百万的行政 七百万要比五百万嘛 就你说高雄就要两百七十七万嘛 如果要这样行政 就是引进很多中国来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就是财团贪钱 中国贪钱 你这普通的老百姓 你要贪到什么我问你 对的确 当然高雄要去拼经济 要去找订单都OK 只是说在拼经济的背后 难道是要卑躬屈膝吗 因为韩国瑜竟然是说 要让中国不要觉得高雄 有那个威胁感 不要有那种不舒服感 来 妹妹姐 这部分高雄是要多卑躬屈膝 才能是要想办法 把所有的农产品 都是要去迈向中国吗 你要怎么样不让中国不舒服呢 那就投降嘛 对 就投降 他军机绕台你不要不舒服 他霸凌台湾你不要不舒服 对不对 他各种阴谋阳谋 要来侵略台湾 你都不要不舒服 那你一切都是以中国为尊 看他脸色办事 遵受他的意志 那你就直接投降 如果要这样 那这个是高雄人要的嘛 这是台湾人要的嘛 那特别是我就觉得非常奇怪 你今天你都要欢迎 这个中国的观光客 什么之类的 是大家互相尊重嘛 对 那为什么不是说中国观光客 会不会让台湾这个主人不舒服 可是你怕你让他不舒服 他动不动就不舒服 我可以告诉各位 对 台湾有民主选举 中国就很不舒服了 对不对 我们讲台湾的主体性 他也不舒服 要东奥证明 他也不舒服 他什么都不舒服 最好台湾两个字 从此 国家的两个字 台湾这些异象 台湾的主体性 从此从这个地球消失 那我觉得北京就非常舒服 那我们要不要这样 所以我最后要讲的是说 我觉得很危险的一点是 不是是刚刚中将我跟你说的 他把经济的眼光 全部细足于中国 对 而中国现在自己都已经自顾不详 他内部有很大的危机 对 那更重要的是说 当他说出说 对这个 南部县真的是要自立自强 当然就说 所谓的又劳又求 真是如此吗 稍后嘉义市长突行的 会亲自来说明 如何打造一个对老年人 友善的环境 以及铁路高价化 如何让嘉义市脱胎换骨 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选战倒数时刻 国民党候选人一句又老又穷 把民进党执政南部县市 讲得一文不值 但是每个人都会老 每个家庭也都有长辈 需要这样歧视老人吗 真要打一场有水准的选战 应该是来检视 县市长有没有做好 高龄的友善环境 以及做好照顾市民健康的工作 今天我们节目很高兴邀请医师 出身的嘉义市长突行哲 来跟大家分享 来欢迎市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其他的来宾 还有政治评论员余美美 中小号大家好 还有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主请大家平安 好我们看到 根据高龄发展协会的调查 全国高龄友善城市排行第一名 就是嘉义市 而且是击败资源最丰富的六都 我们知道医师出身的嘉义市长做了哪些 我们看到包括整合性的健检 历年是新高 还有流感疫苗的施打率也是全国第一 酒驾子宫颈疫苗也是领先全国 还有登革热防治 临本土病例还有长照服务项目全国之冠 所以有医生来当市长真的是不一样 特别是在家 在嘉义市 来市长怎么样跟大家来分享 嘉义市是如何创造一个高龄的友善环境 还有如何照顾市民的健康 是这个是因为我在台大就是在教医房医学健康促进 所以我们对老人家的照顾 不管从这个医房注射推动运动 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以及到万一生病以后的处理要怎么做照顾 这个部分我们都前面 还未再替老人家疏考 所以最近才刚刚就两天前 我们才得到这个全国最高的 我常常在跟他们看一下说 台北市可以得到第二 那是因为我以前在那边做卫生局长 也有打过第一 所以现在到了嘉义就第一了 对 那我们这个是这样 嘉义市当然各种客观条件 的评比我们是第一 那主观看是不是对市民 对老人家最关心 我也是得到第一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老人家都很高兴 我们对他们特别照顾 那刚刚你讲的这个部分 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讲 打一防注射我们还是第一名没有错 那这样的话老人流感打下去 我们的这样子的老人的流感所产生的重症或死亡 就相对少非常非常多 另外一个我们的见诊 这个见诊其实是我去的时候 一年大概八千多个 那五年加下来大概五万多个 那我去把它改成医院型的 三个礼拜一到礼拜六都可以去 而且六个一大医院都可以去 非常方便 甚至如果你交通不方便 我们星期三星期六用车子载你过去 四个人集合一下里长也可以叫车帮你走过去 所以把力度高达95% 我们人数一直上升一直上升 今年已经两万四千多个人检查 当然这检查处非常多各数各样的疾病出来 早期发现早期处理 今年只有癌症就已经早出29个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那另外一个我们年轻小朋友 这样有讲的酒驾主公顷疫苗 我们知道原来的市价只有68%的保护力 我们改成酒驾有98%的保护力 这当然要用啊 我以前做过疾病管制及局长 我当然知道疫苗这个非常重要的 那这样的话可以增加一点几倍 一点四五倍左右的这样保护力 结果我们没有花更多的钱 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所输打的还少一百块 所以我们并没有多花钱 我们就把数驾改成酒驾 保护四种变成保护九种 当然这个盘益度高达99.5%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对市民病 健康 登革热我们的确做得非常扎实 连续三年都来 都没有一个登革热的本土病例 尤其旅行回来的 但没有我们的蚊子钉出来的 我们叫本土病例 所以这个我们像这样子的努力 从疫防注射到我们的健康检查 以及到最后再加真好的一个整体性的照顾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 整体性照顾里面讲一两个比较小的一个 比例像说我们的那个做叶子 我们他不会做叶子 我们派人到家里去帮助你去做叶子 这么周到 对 因为年轻的小家庭 住院的中间没有问题 生爱的时候没有问题 回到家里手忙脚乱 那我们去帮你说 怎么样做叶子餐 怎么样子 翻尿布 洗澡 这帮忙什么 做你们家里面的幸福 吃就好 吃吃 我只是搁着人 我都听过了 帮你再去煮一下 做叶子给你搁 我跟他说 有一个过后就说 你这样过去那过去 会不会 会疼 很过去但是会疼 我们一年有九十六点精 可以给你帮他们洗 我这边洗四点精 三点精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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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申请出力 看一个电影 吃一个冰回去 够爽 你如果穿四点精 我派人去那里 给你看你的孩子 好是你带到我们 通用中心看 四点精 花了你四十块而已 一点点十块 春天我出 这样就对了 真的素食 真的是当家义市民 这部分 真的有医师出身 来当市长 真的不一样 把市民的健康 照顾得非常好 因为这个涂市长 我自己主持的广播节目 我连线过涂市长 他就说 他要把家义市 打造成一个最宜居的城市 那就是说 尤其是家义市本身 医疗环境就不错 那市长去以后 我是觉得太贴心了 我说 那我你说老爷爷 也想要脱去那里 少爷爷也想要在那里生小孩 你怎么会做业子 你怎么会搞 家义市人口应该会增加很多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子 一个城市是这样 居民首先他要有身家安全保障 要能够安居乐业 那么空气 水 电 医疗品质 我觉得这个社会福利 大概就是最基本最需要的 我刚刚听起来就说 你医疗的照顾都做得很好的嘛 是 现在水也没有淹水 我知道这时候好像是污水下水率 也接得很好 一开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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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是零接管 我们现在突破了 黄敏惠市长实在是零接管 那因为涂市长上来以后 不只是不淹水 然后开始这个干净的水 尤其是市长我也知道 还有很重要的一段 包括那个空气品质 你们PM2.5也防治得很好 对不对 这也跟健康的关系 对啊 这部分我怎么做 这个PM2.5我也是吓一跳 去那里34.7的 那个PM2.5 全口最脏 为什么会这么脏 这是因为我们有个阿里山 那我们没有公共运输系统 所以大家骑摩托车 那从高雄台中吹过来的 我们阿里山就把它包起来 那夏天还吹得出去 冬天就不够热 所以就外来的移动的污染源 都很多 我们里面可以做 我尽量做 我们推出65种方法 三年来一共推150种方法 慢慢把它下降 但是我们每年下降的幅度 都是前口第一名 这环保团体说 我们七年年底说 我们一个人可以多货194天 最近说可以多货260几天了 所以这个PM2.5是一级租外户 我们想尽办法把它下降 用非常多种方法 包括不能燃烧稻槽 拜拜整箱 以功德代金 以米代金 前面上去做 我们的下降幅度 都是前口第一 像一些老旧的柴油车 是不是也有一些 淘汰机制 比如像说 要把它转一个立烟器 那我们要加强 加强篩检 让它去把它调整好一点等等 这些很多种 几十种 我们是台湾第一个放空污起的 空气污染的这个起 在每个学校里长办公室 我们都放 说今天是黄色还是绿色 还是极色 还什么色 然后告诉大家 那这个提醒注意 所以我们这个PM2.5的下降 这几年来我们都是第一名 对的确 这个嘉义市这样 听下来真的是一个移居城市 来明佑 是不是有让人家吸引力 要搬去嘉义住了 其实因为很多的县市 大概去年的统计 大概有15个县市 老人和小孩的比例 老人会比较高 那包括嘉义市也是 可是我刚才听到 图市长在做预防医学 这一部分 我觉得很多县市 要去观摩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小季节 很多人都不会care的 因为大家大量采购 包括疫苗大量采购 怎么采购 可是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说 真正能用到人民身上 是有多少 所以还好我觉得图市长把高龄化 虽然它的城市是高龄化的 可是他把它做得很好的原因是 包括我老了 到我住的问题都可以很完整 包括医疗照顾很完整 甚至在医疗 他做预防医学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不会造成医疗浪费 我觉得嘉义市是做得非常好 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一件事 刚才市长也讲到PM2.5的部分 当然淘汰了一千多台的老旧 老旧的二行程汽车 一万八千多台 一万八千多台 这大概是全台湾之冠 以比例来讲的话 可是我们讲到了医疗上 然后空气 我比较在意的是 因为我前阵子 带我的小孩去蓝坛 我去跑了一圈 我觉得不简单 因为我过去去蓝坛 那草子没人在经历 甚至我好像对手 又听到要把他掩盖 跟诬验说要掩盖 可是我去的时候 我发现他整建得非常漂亮 所以变成说 我在那儿老大的地方 小孩教育的地方 这是空气的品质 跟居住的品质 所以我前一段去的时候 有人跟我说 我们家的房子 因为这个环境好 现在起序的总控 当然一个城市除了要健康 让高龄者有友善的环境 其实这个建设也非常重要 那当然嘉义市在下个阶段 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呢 铁路高教化 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基础建设呢 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好 图形者打造嘉义市 成为宜居城市 那下一个建设的目标 就是铁路高架化 市长是不是跟大家说明 这个铁路高架化 对于嘉义市未来发展 扮演什么样重要角色 好 这个 因为嘉义市有一条铁路 那从中间把它穿过去 所以我们所谓的东西西西 整个被隔整两块 两块 所以怎么样让这个能够东西 能够没有阻隔 这个变成大家的期待 期待多久 期待二十八年了 二十八年来 从萧万长开始做立委 以及每一次的立委 市长候选人 全部都用同一个证件 叫做要把这个打掉 一开始讲地下话 后来讲高架化 但是都没有办法成功 都没有做 那我就跟蔡英文总统讲 我在选举的时候说 我们要把这个当证件 你要不要支持 他说要支持 所以我们就记者会 就用这样子 那我选后呢 我就一直去跟他路 说这个叫铁路高架化 那甚至在案情外宾的时候 我就跟他铁路高架化 结果他五月都就组 十一月都就说 嘉义市铁路高架化 零年要动工 所以呢 因为这样子 我们的铁路高架化就开始了 那铁路高架化 本来我们有五个案 每个案不是负担九十九亿 最少的 就是要负担一百二十几亿 给我们谁 给那个房市长 嘉义有办法负担吗 他当然没有负担 因为我们一年才一百 十多亿而已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样不行 但蔡英文总统一讲 马上行政院就问我说 你们要出多少 我说越少越好 结果在我们一直在负担的过程中 最后剩下三十八亿 也是说等于蔡英文总统 给嘉义市六十亿出头的 叫大红包 大概嘉义市负担三分之一就好了 负担很少 不是 两百四十亿 我们就负担不到三十九亿 所以其他两百四十亿 全部都是中央负担 是 那这样子的话会带来怎么样 带来非常大的改变 不但是这个我们 两百四十亿在八年中间 他会把它 铁路把它往上移 是 带来两百四十亿的工作机会 跟商机以外呢 未来移上去以后 你总是要建构啊 你建构什么 你要建构一个很漂亮的火车站 所以我们已经来这里看 看说这个台北的南港松山 怎么样共过等等问题 再来路廊 路廊就是说他移上来以后下面做什么 这在日本 前后站打通之后 那个空间就可以有很大的发展 对 还有整个路廊的下面 也可以做很多 像日本不是在开商店就是怎么走 对 旁边的开发 整个家义都市更新的改变 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推出一个家义市未来的案情 配合铁路高价化的都市发展 是 要怎么样子前日更新 少则一千亿 多则三千亿 所以这带来的整个开发 土地教质的提升 未来的这几年到十几年 会带给家义非常大的工作机会跟商机 是 那我们把这个家义市的未来 在新任新委新家义的情侣之下 我们弄一个叫做铁高建设都市发展 用一个家义之心城市公园 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建构家义市的硬体建设 对 我们叫做大家义的硬体建设 那这个部分铁高建设 我们就希望铁路高价化以后 能够把层数大融合 翻转新家义 所以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都市更新的改善 那事实上我们的都市更新非常宏观 未来甚至会数得这个整个家义市多一个环出来 我们现在有一个我们叫素贤路这个环 未来我们还会再做外环 那让这个整个家义市活起来 变成我们叫做我们的大家义 变成我们银家家义那里的一个整个交通枢纽 以及核心 那我们也会做各数很多的这个沿线的 以及整个都市的更新 我们可以说做非常非常多都市更新 以后不会再被那个铁路一分为二了 已经没有了 已经打通任督二麦了 所以这样子整个的起飞带来一个完全崭新的一个家义 另外一个我们也希望说利用这个蓝带来串联利带 因为家义市是非常少数的都市里面有三条小河流经过的 那我们来创造百庆公园 所谓百庆公园就是说我们希望把从蓝潭这边一直接过来 这些利带用这条河流把它连结起来 弄起来会将近百庆的公园 会变成一个带重的一个公园 就好像很多其他国家一样 会变成台湾最大的一个都市型里面的公园 那当然没这个这么大里面 我们会分五个重点来开放那里 有一些是生态的公园 那有一些是林域 因为我们那里林域 我们会有个林域黄金廊道 只有以前的我们的北面域 以及我们的跨宜生活村等等 那我们也会有个历史建筑的步道 以及我们本来就很漂亮的嘉义公园 那这个建筑物园会变成一个水井 幽火的一个公园 那最后就在南潭那里 南潭风景区 那整个这样加起来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遗迹 我们把它叫做遗迹 对 很适合移住的地方 当然很适合移民过来那里 对的确 这图事长说明了未来嘉义市的一个发展愿景 这是大家义的应景 对 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说过去台湾各县市 常常都是被铁路 这一分为二 对 通常后站的部分 都是比较老旧的市容 经由这样的一个铁路高价化 可以让城市缝合 让整个的城市景观可以大为改变 美美姐怎么看 我们说最鲜明的例子就是 11月1号 对 就是基隆市的前后站打通通车典礼 真的过去基隆的老旧市容就焕然一新 那当然图事长刚才说明了 嘉义市的部分 未来也是值得期待 对 我觉得是 我是非常期待 因为你看到嘉义的改变 你看到基隆的改变 其实有心没有心 你就可以让一个城市 它的气质风貌 它的地形地貌 它的水空气 电 这些通通改变 那甚至如果你 其实我觉得有投资机会会进来 这个就是一个最好民政 为什么 因为一定是这个地方 治安好 然后基础建设够 适合人居住 你才有外国的企业 或者说本国的企业 运一来过来投资 这个就是 其实生意人是最精明的 他们是做一个打前线 它是一个最好的肯定 那特别是图事长 那我印象很深 就是说 我去过嘉义参观 我先是看他怎么 这个淹水的事情 我们上一集说过 我看他穿着青蛙装 自己下去看 我已经很感动了 接下来我去 那个堪弄的园区 市長你知道吗 我是在 我没想到我 我只看园区的棒球 都是我们 我们少年时代的棒嘛 但是更神奇的是走一走 你知道吗 我居然可以 你知道那个走进去 那不知道叫桃花园什么 我不想 我难以想象 在一个城市里头 我本来想过去 走到一个小公园 因为到另外一边去 它居然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森林公园 像天然的植物园 你知道在我们市中心去 在嘉义市 很不容易 这个只有我过去 在德国的时候坦白讲 我在慕尼黑有看过 这种中央公园 或者说纽约的中央公园 我们有看过 台湾我还没这样看过 这个事实上我非常非常感动 你刚刚有讲到说 如果说有整个 这种绿带的串联 铁路高架以后 整个廊带这样下去 有绿化 有商业 对不对 有各种文创 事业等等 我觉得嘉义它真的是 会焕然一新 的确 嘉义可以脱胎换骨 当然 所以你刚刚讲的 我们是全台湾唯一 在都市里面 就可以做森林役的 这个森林公园好大 以后我们会把它串联起来 那当然就更大很多 里面是用蓝带串联 甚至我们会希望能够用印河 把这个林烈村 这里能够结合到 我们的湘湖公园中间 用印河就直接把它连起来 用小火车就是用这种火车 连接起来变成一个非常 舒服的休闲的地区 对的确 来 没有怎么看 我们这铁路高架化 对于嘉义外来发展非常重要 我只想问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是外来客 我来到嘉义火车头 我要怎么去参观这些地方 因为这些地方 你要让我交通方便 譬如说我当时站在旁边 这些地方有很多东西 因为我跟这些地方 这也是要规划 因为这不知道市场有什么蓝图 还是有什么整个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知道图市长两年 都是智慧城市的第一名 那我想请问一下 什么叫做智慧城市 对 图市长 这我去嘉义的时候会吓一跳 说每个县市都在申请 而且在营运智慧城市 我们那里怎么没有呢 那人家都笑说你们只有城市没有智慧 那我们就开始成立智慧城市推动委员会 那我们就各级是动起来 那联系两年 第一年我们就去纽约了 去年我就去纽约 领那个奖 Top7 Top7就是说 世界智慧城市论坛把我们评比 400多个城市 我们是前七名的意思 今年又是一样也是前七名 那我们去这个伦敦这个领奖 那这联系两次 我们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是前台湾第一个成立智慧科技处的城市 我们用智慧的方法 用科技的工具 来服务我们的市民 而且把我们整个城市变成智慧科技的城市 影响未来这个AI就是人工智慧VR 等等的产业希望进来 所以我们这一次未来的愿景里面 也有一个叫做智慧助理科技城市 以及幸福家园文串链接 我们希望这个在硬体的部分是铁路高教化 带动大改变 但是在软体的部分是用这个智慧城市 然后让我们现在都有提出八个面向的智慧 智慧交通啦 智慧健康照顾啦 智慧助安啦 智慧環保啦等等 那做一个跟未来的链接 像你刚刚讲的交通 我们以前真的是交通非常非常糟糕 都没有 那我们昨天才刚刚一个记者会 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要嘉义去 我们把交通跟观光链接在一起 我们有一个叫五五有嘉义 我们的这个APP 就可以告诉你去哪里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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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